北斗卫星发射 此前 据媒体报道 自从中国北斗导航系统实施以来 中国在卫星导航系统 这一太空技术领域遥遥领先 不但立错欧洲伽利略系统 还随着北斗系统组网成功 开始迈向全球 有欧洲媒体表示 他们建立伽利略导航系统的最好机会 已经被北斗抢走 预定频段也被北斗占用 俄媒泽羡慕地表示 这才是真正的压箱底技术 随即并请求搭北斗的顺风车 希望在导航领域 与中国北斗进行更深层次的合作 GPS导航卫星 此前导航系统 一直是美国GPS一家独大 虽然俄罗斯也发展了格洛纳斯导航系统 但俄罗斯的导航系统 无论是定位精度还是覆盖面积 均无法与美国GPS相提并论 所以长期以来 中国在导航方面 都非常依赖美国GPS导航系统提供的服务 就连中国导弹的制导 以及战舰车辆的定位 也都离不开美国GPS导航系统的服务 东风导弹部队曾很大程度 依赖GPS提供制导 采用这种方式 对中国而言 也存在非常不利的影响 那就是在一次危机中 美国关停了中国方面的GPS服务 直接导致中国导弹无法制导 同时 中国军舰定位显示在中国内陆 这也就意味着 没有GPS导航系统 中国军队甚至失去了作战能力 而且中国军队的位置 也完全被美军掌握 中国军队对美军而言 也完全没有秘密可言 这样中国军队也将完全受制于人 为了改变这个现状 中国曾想搭欧洲的加利略导航系统的顺风车 并且也加入了这个导航系统的研制专案 但欧洲国家只接受中国的投资 拒绝对中国公开技术 而没有掌握导航系统的核心技术 中国无疑 所以研制中国自己的导航系统 也就变得非常关键 最终中国退出欧洲专案 自己独立进行了北斗导航系统的研制 并且大获成功 还抢了原本属于加利略系统的通讯频道 报了当年一箭之筹 北斗卫星 如今北斗系统已经在中国军队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各种武器的制导 不再需要依赖美国的GPS了 同时 中国的军舰与战机 也能用上自己的导航系统了 从此 中国不用再害怕受制于人了 而另一方面 中国也在通过向国外出口北斗晶片 获得了大量的利润 中国北斗也对中国民生领域 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发展北斗意义 可谓是非常巨大 对于中国而言 实现了北斗系统 不但让中国补齐了一块短板 从此不再受制于人 同时 中国从此不再需要每年花费大量的资金 从美国进口大量的晶片 这也为中国节省下了一大笔的资金 而且中国还在针对北斗系统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改进 未来北斗的服务范围 也将与美国GPS一样覆盖全球 到那时 美国将毫无优势可言